部長好 想再請教一下 口罩政策的放寬 有引起各界的討論聲浪 有人認為說長時間 近距離接觸還是要戴 但是打兩劑的可以 不用戴 但也有專家認為說 國際上還是有 很多的案例 比如說有些國家他們打完兩劑 疫苗之後 仍然是有爆發大規模的感染 那想請問指揮中心怎麼看這些說法 謝謝 當然每樣政策的一個改變或修訂或檢討 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那我們這次這個戶外的部分 是針對 就是相對極端的一個情況 實在是沒有必要的 一個情形 來做一個放寬 第二個 在我們整體在防疫政策裡面 它是 多重 多層次的 所以是打疫苗也好 那就是戴口罩跟我們的 勤洗手 這都是並行的 然後把錢去吃起來 接下來將會感覺到 在地上關ain得很驚喜壺的